大家好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个非常重大的话题 OK 划时代的话题 自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最大的一个话题 那就是中国的深刻变革新时代 是不是就是文革2.0 OK 这个话题 我们知道最近中共中央就开了一系列的新的政策 首先是谈到共同富裕问题 那共同富裕呢 这个两码 马云马化腾 OK 这些企业家们 就中招了 对吧 接下来的就是这个 像什么赵薇啊 高晓松啊等等这些艺人 这是两对什么人呢 那么这个马云这些人是属于企业家 而这些艺人呢 他反映的是意识形态 也就是说中共中央开始对中国的经济跟意识形态下手了 OK 有动作了 那么最近呢 就有一个自媒体啊 好像姓陈吧 因为自媒体写了一篇文章 叫深刻变革 OK 这篇自媒体的文章 却获得了 这个中国官方的各大媒体的转载 我们知道中国一直对自媒体啊 是不看好的 OK 是不是很支持的 但是这一位先生 他写的文章 却获得了官方的啊 广大的这个转载 有一点点像是这个新文革的这个啊 叫什么 叫什么 冲空号 OK 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这个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 写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我们知道在文革的时候毛主席写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那个宣起了中国的文革 那个这一次呢 这个我姓陈的啊 那么他的文章 我们老陈家的OK 写的文章呢 然后就吹起了啊 中国文革2.0版的啊 这个号角 OK 那么怎么说呢 啊 他用了一个是变革而不是改革 从现在这些中共中央的政策来看啊 过去是我们说是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OK 和平演变 但是现在呢 资本主义已经复辟了 和平已经演变了 所以呢 这一次不是改革 而是要变革 要变回来 那么呢 那么呢 我想呢 就是把这个文化大革命啊 这个历史啊 拿出来 跟大家说一说啊 就说 如果这一次真的是新文革的话 和上一阵文革有什么相似之处 又有什么不同 OK 首先 让我们回顾一下啊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展开的 OK 我们都知道 文化大革命 其实与文化没有太大的关系 OK 以意识形态啊 这些东西都不是关系很大啊 它最终的这个实质 是毛泽东跟刘少奇争夺领导权的问题 讲穿了就是党内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有两派 过去就有 解放以前就有 就是这个本土派 这是毛泽东派 因为他没留过学嘛 他是读这个诗书 然后到了我伯爷那里读这个 呃 师范啊 然后到了北京去做图书馆的管理员 读了很多书 然后呢 就是一直就是 是属于这个本土派 那么刘少奇邓小平呢 是属于这个国际共产的苏联的那一派 苏联扶持起来的 在苏联读书的 培养的党的干部 所以他们走的是一条工业革命 走的是一条这个工人领导的 夺取政权的这样的道路 而毛泽西呢 比起来了解中国的情况 要农村包围城市 所以事实上 刘少奇在历史上领导的是工人革命 所以那个 啊 元安啊 这个毛泽东去元安 不是有一份那个话吗 其实不是毛泽东 是刘少奇去了元安 领导这个煤矿工人闹革命 OK 确实有这种事情 后来这个历史就变了 变成了毛泽东去了 拿了个破散了 这就到了元 这个什么 什么 啊 在这个他们取得政权之前 他们是既斗争又合作的关系 终于就取得了政权 那么取得政权之后啊 我们就解放了啊 台湾人就下流陷了 这个解放以后呢 毛泽东推行了11条自己的本土主义 啊 当然我们搞了这个土地改革啊 三反五反社亲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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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地主啊 什么这个反右啊 大跃进啊 就搞了一通毛泽东的道路 所以呢就犯了很多错误 就造成了这个60年的饥荒 OK 这60年的饥荒 死了那么多人以后呢 这个 就看你看毛泽东 你们都搞不行嘛 对不对啊 所以呢 毛泽东就靠边站 他就没有权了 这个权叫个谁呢 叫个刘少奇 所以刘少奇呢 领导 所以这个 就叫做 这个苏联派他们占上风了 苏联派占上风之后呢 然后就是搞了几年 搞了 搞了四年到六四年 我记得我那时候已经 六零年我都已经懂事了嘛 都知道饿肚子了嘛 六四年我都读小学嘛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第一次我们上级游行 有国庆 六四年是第一次游行 因为六四年之前都吃不饱 刚刚吃饱肚子三年 到六六年 毛泽东就发动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 我们是拿着毛主席的这个相 和刘主席的相 拿着一起去游行 那后来突然通知说 刘主席的相不要拿了 只拿毛主席的相 这个大家 开始还有周恩来呢 毛泽东 刘少奇周恩来 后来就是说 不要拿这个毛主席就可以了 大家拿着毛主席 OK 然后呢 整个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的这个 他的成就 或者说他的胜利 就是把刘少奇推倒了 OK 整个刘少奇所有的政治 所以那个十年呢 那个就不要强细讲了嘛 就讲这个文化大革命 其实与文化没有关系 事实上就是刘少奇和毛泽东 增多领导权的这样一场斗争 延续了十年 那么毛泽东去世以后 OK 那么邓小平 因为邓小平还是这个苏联派嘛 他还是这个进口派啊 那个进口派的这个 就开始有机会了 邓小平掌权之后 开始延续过去刘少奇的那个路线 就是搞改革开放 跟西方一起 然后到了这个江泽民手里的 发展到了极致 OK 发展到了极致 那就是全面伏辟资本主义 全面的和平演变 所以在江泽民的时代 中国变成了是权贵资本主义 还不是一般的权贵资本主义 是极端权贵资本主义 也就是说在江泽民的时代 你有权就有钱 权钱勾结 那个时候啊 在这个 朱文基总理的那个时代 就是说 贪得越多是越爱党 跟党走得越近的人 越应该就是搞钱 更应该私有化 因为他就是要中国全面的私有化 改革开放总算是这个几十年就这么过来了 就是说这个邓小平这派就占上风了 那么等到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 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又是一个本土派 OK 他也是没有留过学的 以前其实是有机会留学的 对吧 这段历史我就不讲了 人家现在当主席嘛 对不对啊 据说他那个 以前的事情也别讲了 这个对习主席不好 对吧 习主席没有留过学 所以他女儿是在外面留学的 他自己没有留学 他是一个本土派的 那么他走毛泽东的道路 他要中国要自强要怎么样 对不对啊 所以现在就出现了 就是香港的这一次 香港是一个大博弈 OK 这个香港那时斗争的时候 你看 我很早就讲 这个与民主与自由没什么关系 你看 你回过头去看我香港的 我支持香港自评的很多视频 我就告诉大家 其实就是江派跟习近习派的斗争 这个习派跟江派 就是在香港打了一台 在斗 OK 其实与民主啊 自由啊 与这个法治啊 人权啊 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 在香港的反应 啊 然后呢 这一仗里好像就是习近平又赢了 那江大势力越来越弱了 那么现在这一次 很可能就是要彻底铲除 啊 这个叫做 进口派的势力 这个本头派要完全赞助 啊 当然这个是 所谓叫共同富裕嘛 那个邓小平提出的 要少部分先富裕起来 那么现在叫共同富裕 一旦共同富裕 那就是要打富济贫嘛 对不对啊 那就是要 要重新分配这个财产 就是要革命嘛 所以这一次 是中国的官方宣传的啊 深度 变革 和中国的新时代 很有可能是文革2.0版本 但是 与文革不同的是 啊 文革是毛泽东独大 只有一个领导 所以其他的都是散的 没有政府 但这一次不同 这一次是有政府 OK 是有一个集体领导在那里 所以呢 它不会让人民那么去乱 不会把权力全部交给人民 也就是说 人民没有像文革那样 呃 怎么说 无法无天 呵呵 没有 那个不会来 不会那么乱啊 这是这是 这是我觉得是不同的啊 而且这一次呢 是打击的对象 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不像文革 群众多群众 那不知道谁 斗赢谁都不知道嘛 对不对 那个时候 那现在就是说 政府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权力啊 政府的这个机构啊 这个说什么啊 政府的这个武器嘛 军队嘛 事实上都是掌握在 啊 某一派的手里 那么就是说 啊 社会不会什么乱啊 但是我们知道 任何政治运动 最终啊 啊 虽然它是权力斗争的结果 而倒霉的 往往是人民大众 它一定会殃及到 人民大政 大众啊 所以呢 在现在呢 我就要劝告啊 所有的人 在中国生活的人 在祖国生活的人啊 都要开始就是要夹紧尾巴做人了啊 啊 要未雨绸缪 OK 要未雨绸缪啊 要开始就这样 要准备 要过冬了啊 就每个人 都要考虑自己了 OK 在这一次中间啊 就是说 他可以用这一次变革的这个机会 去处理掉 几乎所有他们不喜欢的人 和你们的财产 OK 所以呢 呃 每个人啊 把自己的这个钱包看看好 然后呢 夹着尾巴做人 OK 希望能够渡过这一关啊 啊 说明白了 这一次其实中央要搞的也不是老百姓 他要搞的是权力机构 而且呢 他要搞的是意识形态 他不能够让中国啊 继续这个崇洋媚外啊 朝那个方向走了 对不对啊 所以据说是小学也 也不要学英文了嘛 也不要 也不要考英文了嘛 那就是说 你学英文 学的越多越考英文 越多 把这个英文讲的越重要 就越会崇洋媚外 而且这个小朋友啊 很小这个什么 中学生就出去留学去了啊 留学回来 都是一些洋事先 都是一些改放派 对吧 解放派 那样的话 对中国的统治啊 是不利的 对不对 所以他要收紧这个 要加监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 所以从现在开始啊 不过话一讲回来 中国的这个演艺人也是太猖狂了 说新年话 打一打就觉得也好 你说好莱坞的那些明星啊 那些那些那些 那些很有才能的 都没有中国人那么好过啊 你看中国这个 造为什么一讲 就多少个亿啊 多少个亿 多少个亿这么讲 那简直钱好像不是钱一样 那我觉得也确实是太邪乎了 确实也是应该整一整 OK 我就是希望啊 这个习近平主席啊 身体好 OK 习近平就是团队 那个团结 习近平团队能够 整那些真正应该整的人 OK 就是 隔那些应该隔的命啊 对老百姓呢 我觉得 还是要这个 要好一点 OK 对老百姓要好一点 你不要连老百姓自己的钱都不敢花了 老百姓自己的钱都不能那个什么了 对吧 老百姓自己想做的什么都不行了 等到人人至为 人人都提心吊胆的时候 那这个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国家 OK 一定要是劳动人民OK 觉得很放心 劳动人民觉得大快人心 那么领导都过一场 倒是可以的 所有的领导啊 这一次都过于 过于到关 所有的富豪过于到关 所有的民心过于到关 我觉得是好的 但是老百姓的保护起来 OK 不要动老百姓 我就是唯一的希望 OK 我希望我的在中国的啊 我的亲戚 我的朋友们 我的同学们啊 我的那些没有当光的 这些朋友们啊 大家都那个平安无事 OK 我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 就是告诉大家 中国的深度变革新时代 可能是文革2.0 OK 谢谢大家 这里拜拜 顺便讲一下啊 今天我要回到 我那个这个别墅去了 为什么呢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我写过一本书 叫做提琴夫人 OK 提琴夫人里面有一个人物 叫Christiane Orson 一个老太太 她就是把那个琴啊 小小琴给我 她讲了一段她的人生故事 然后呢 这个剧本呢 我2003年 在这个好莱坞电影学院啊 就是说南加州电影学院 我写成了剧本 就是叫做Christiane's Violin 这个当时呢 那一年呢得到了最佳剧本啊 这个2003年 在这个好莱坞电影自助家协会 注册啊 这个枕目里面这个人物 我是用它的真名 这个名字 我是用它真的名字啊 它的名字就是叫 Christiane Orson 那么阴错阳差啊 这位老太太跟我联系上了 而且她现在很老了 很老了 她有一个庄园 有一个庄园啊 就是有两栋老房子 她想要我去继承 OK 因为她也没孩子 联系上了她也看着那本书 她也很感动 她说有个农场 你要不要跟我继承一下 所以呢 我今天呢 要回到我那边去啊 然后呢 就是说明天的话呢 我要去看那个农场 呃 我想我也够忙的了 OK OK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